刺猬为了喝口水 不慎掉进了水坑里 差点把它给淹死了 好心小哥把刺猬救了后 没想到刺猬竟然赖着不走了 几天前小哥发现水坑里奄奄一息的刺猬 他看到小哥时缓缓地抬起脑袋求救 小哥拿着铲子将刺猬轻轻铲起来 用手拿出它 可怜的小家伙浑身无力地蜷缩成一团 看起来十分地疲惫不堪 应该是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加上长时间浸泡在水里 冰冷冷的 小哥摸摸他的脑瓜子 不忍心就这么不管刺猬 因此抱起了这只只有巴掌大的刺猬回家 给刺猬垫着两张纸巾 打开取暖气 让他在房间里睡个踏实的觉 胆小的刺猬将自己紧紧缩成一团 半眯着眼睛 时刻警惕地保护着自己 看来还是不太信任小哥 于是小哥又拿来一些碎肉 他递到刺猬的跟前 刺猬嗅到了香味 他鼻子一抽一抽的 很想吃上一口 刺猬是小型哺乳动物 他们已吃老鼠 蛇 是动物界中免费的园丁 在花园里 公园里 有他的存在能帮到很大的忙 是人类喜欢的异兽 不过刺猬没有什么战斗力 他们动作迟缓 身单力薄 只有一身疾刺是他们的盔甲 被敌人袭击时 能将脆弱的头部 手脚都收缩在疾刺下 让袭击者无从下手 小哥担心刺猬会出什么意外 就这么陪伴了他一宿 直到早上 刺猬的状态已经逐渐恢复过来 也可以走动了 因此小哥把他归还于大自然中 还特地找了自家后院的位置 交代刺猬以后生活困难了 可以再来找他 没想到离开后的刺猬 会在两天后回来小哥的院子里 刺猬找到了一碟水 饥渴地喝了起来 看来刺猬并没有远离小哥家 因此小哥每天都会给刺猬放一些食物 在镜头下 刺猬也习惯了小哥的照顾 每天都会准时准点地出现 这下三餐有了着落 刺猬找了个长期饭票 今天还带来了女朋友 好家伙 生活过好了 还不忘去交女朋友 女朋友一看跟着刺猬不愁吃喝 这不妥妥的富二代吗 小哥为了不惊扰到他们 默默地关注着他们的生活 不过小哥插手照顾刺猬的生活 这真的好吗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可以分享出去 或者长按点赞表示支持 请不吝点赞表示